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屏东县空气品质不良,目前正值秋冬空污季知名家电企业 今天13日捐赠县内空品不良地区公立幼儿园每班一台空气签信机,共87台,总价值于200万元 空气污染一级是近来全台关注话题,屏东县尤其受害严重 潮州地区11月就有26天空品不良,热树之多居全国各策站之官 英国科技品牌Dyson关心幼儿健康,经与平线服讨论后,捐赠87台二合一凉风空气清净机 给空品不良地区的63所公立幼儿园 Dyson事业处副总曾一进表示,所捐赠的机器融入最新科技 配备空气品质检测器能同时侦测空气中PM、韦力等自动调节气流 将空品维持在设定标准,一年四季都适用 天热时还可当阳风扇,加上没有扇叶设计,对儿童很安全 该公司至今已捐赠台北市、新竹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 以及屏东县公立幼儿园与500台空气清净机 全赠仪式今天在屏东市仁爱国小举行 四个班级教室随机启用空气清净机 屏东县副县长无力雪出席 致赠业者感谢壮肯定企业对幼儿健康的关怀